哈喽大家好,我是升高190 现在我们在成都的肖家河步行街 今天带大家去吃的是 一碗成都很火爆的面 叫板正面,因为店里面没有桌椅 大家都坐在板正上吃 所以说叫板正面,在他们成都当地 是非常出名的 走,大家现在跟我去看一看 虽然打开了GPS 也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 但它里面全是小巷子 真的不好找 现在已经穿过了两条小巷子了 现在我还没找到这家店 具体的对天了,看了一下地图 还要穿过两条小巷子 神啊,救救我吧 这家面馆究竟在哪里呀 我们一共穿过了五条小巷子 终于找到传说中的奇卫居了 太难找了 奇卫居,我来了 现在正好是饭点,人特别的多 我先给大家拍一下店内的情况 我先给大家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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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说他们家没有店面 没有桌子板凳 今天我实地看了一下 网上的说法是错误的 他们家有两个店面 一个用来下面 一个用来顾客做的 但是大家都喜欢坐在外面板凳上吃 好,现在我们过去点面 那两位少走 好,谢谢 在边上找了一个板凳坐下来了 然后将来我无意间看了一下我排的号 我差一点崩溃啊 知道那种崩溃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 点了两碗香菌红烧肉 每碗13元 但是亮点不在这里 看一下 298号 你别笑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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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吧 那 那 好 好嘞 面条看起来比一般的面馆要粗一点 然后它的红烧肉和香菇看起来真的特别给人有食欲的感觉 现在我们来搅拌一下啊 先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我来帮大家品尝一下它的味道究竟怎么样 好香啊 为什么我点的是红烧肉但有一肚牛肉的香味啊 搅拌只是一个过程 我想吃你才是我的目的 开吃 哈哈哈 一口面送到嘴里特别的过瘾 因为它的油气给的很足啊 油大 很爽 其实吃起来更像是在吃香菇红烧肉 就咱们家里面做那种 只是它把那个味道做到了极致 感觉非常非常的香 不好意思我确实控制不了我自己的食欲 我再多吃两口 然后再给大家特别的介绍他们家的红烧肉 他们家的红烧肉在上色方面啊做的非常的好 颜色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好看 给了很有食欲的感觉 然后闻起来的话是非常的香 吃在嘴里面的感觉是入口即化 满嘴猪肉的香味 对就是猪肉的香味 俗话说口说无品 现在我们给这一坨猪肉来一个特型 对就是这一坨猪肉 要说这碗面究竟它好吃到什么程度 我也表达不出来 我只能告诉大家 我连它汤里边的佐料加上它的汤 我全部喝的一干二净 好啦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评论关注 拜拜